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一念天堂 然后是咱们昨天啊 就是包括所有的 就这段时间 所有的微信跟支付宝漏洞全部停止啊 就是不要做一些危险的 这个昨天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但是呢好多的这个 咱们第三梯队啊 就是昨天我听反应啊 包括咱们在群里面反应 说这个 第三梯队就有的家庭很困难啊 所以确实需要钱 完了以后想强制的 想强烈要求想去弄去 那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我们啊 就是咱们的这个第三梯队 咱们这个我的主张 就是能停止尽量停止啊 就是说为了安全体贱 因为现在国家已经对这个银行部门 包括一些监管非常严格 出现一些事情呢 有可能这个应急机制啊 他们比较完全或者说啥呢 毕竟现在国家现在正在 想方设法的啊 在抓我们这些 就是我们这 我们这些专门搞这些 包括棋牌的啊 包括这些黑铲的啊 包括这些人啊 他们想方设法在折腾 已经就是说在 这几年当中 我们已经很多的战友 已经已经被 已经就是包括拘留 哥们已经很多了 所以说什么呢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安全体贱不要动 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你要是说真的是非常困难 或者说家里 就是说可以适当去做一下 做一些稳定的东西啊 做一些安全的这些东西 啊 就是说稍微弄弄一两个 完了以后怎么着 是停一段时间 你不要说一直去弄你 这是我的建议啊 还有就是说对这些家庭比较困难的啊 包括这些大学生啊 包括第三梯顿的 就是说咱们这个 第七咱们这个7万多的 咱们各个全 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 咱们这些骨干啊 就是说把这些这个咱们拿到的 这个银行给咱们的这个数据啊 可以适当的发发发他们一些啊 就是说什么呢 毕竟家庭特别困难嘛 是吧 是包括这个情况可以适当的去弄去啊 但是安全啊 我的建议还是不要去弄啊 就是是这个意思 反正你自己看好了 安全安全第一 对吧 这个东西就是说 虽然你现在弄到点钱 为了养家糊口 或者吃饭 或者说交一些东西 如果是说有钱吃喝的话 没有必要的这种多多余的 欲望的东西 就不要先买了什么 他们买苹果手机啊 买他们车呀 没什么大用啊 知道吧 汽油那么贵 你买现在没有钱 你买车干嘛使啊 对不对 现在疫情又那么严重 买车干什么用啊 对吧 所以说这个 还有一个手机 还有一个什么买苹果十三的 你把它没有必要 就破普通的这个破手机 小米都能用 过多的欲望 就不要再再多有了 对吧 多欲 完了以后 欲望那么高 完了以后 还把自己的命有可能搭上 对吧 所以说现在不是时机 也不是时候了 如果是早点接触 或者早点接触我们的这个单队呢 有可能让你们达到这个心理想到的这个 财富这个自由的这个想法啊 目前咱们这个基本上 该取的全取的 是该换都换了啊 留出一部分 完了以后做备战备战用啊 我们已经做好了全部准备 这是我给这个第三梯队的这个是一些建议啊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就是我今天看到的这个法国电价暴涨400%啊 全国用电需求量超过三分之二的 依靠核电 这是中国的新闻啊 这是中国的新闻啊 当我看到的时候 我想我想这个法国的电价能暴涨400%吗 包括我这个 有一些朋友 包括战友的在在在法国 完了以后也没出现就这么高的这个价格 对吧 后来我就 我就查资料 看这些资料是说什么 法国是这是电价的四倍啊 这是四倍啊 这是法国这边的 涨了百分之四啊 百分之四啊 并不是说四倍 也不是说400% 这共产党啊 这你妈咪扯淡 我跟你说 你他妈的那些报纸 他妈新闻有哪个是真的到底 从这点东西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共产党是老他妈的是 一直在蒙蔽国内老百姓啊 觉得老百姓他妈脑子就是他妈 一堆屎草里边什么都不转圈啊 所以他认为咱们脑子里边全是屎 他掩耳到做一些掩耳盗铃的事 我他有什么意义啊 哎呦我的天 大家可以看到从这点是知道他们是什么一个东西了啊 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百姓跟他妈猪似的 那个猪他妈的死了以后 他妈盖完章以后上上饭桌的时候 都他妈要盖一个章检验 这他妈核酸也检验了啊 他妈的温州西高速核酸一检验 他们也得盖上个戳 哎呦我擦 他妈跟猪一样 我擦真那么可怜 擦是国内百姓啊 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呢 就就是看到这一段新闻 就是说有可能咱们在六月份 就是包括这些大白嘛 穿这些东西由容易中暑啊 所以说他们有可能就是干不了 或者说什么不去干了啊 所以说有可能这疫情在六月份左右 基本上就game over了啊 差不多了啊 就是是这个意思就是有可能有疫情 但是什么没有这大白有可能去反抗 不去了 没什么意义 我擦他妈老中暑 我还去哪干啥 对吧 所以说咱们这个情况啊 就是说预估的情况是什么情况 疫情还是要有的 就说什么的 这个疫情并不是说疫情 淡淡便利传播了 而是什么的 这个无症状感染者就是不断增多 这个无症状感染者是什么意思呢 我个人认为啊 只是个人啊 可不是代表乱七八糟的想法 这个无症状感染者 我感觉就是打完疫苗以后 在疫苗这个 在疫苗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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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复活什么的 在国内啊 有可能是不断的增多 所以说什么呢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包括咱们现在的药品各方面的 都要备好 一定要做好准备 千万不要传上自己 包括孩子还有家庭很多的 所以说一定要把药备好 这是最主要的啊 还有一些情况是说 包括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如果是说这个无症状感染 不在在不断增多的情况 包括国内的这些生产资料啊 经济啊 是吧 粮食啊 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 包括海外对中国国际形势 海外对中国的影响 包括粮食 每年中国都从海外买好多粮食 别听他他妈的吹牛逼 一天到晚圆龙平是呢 牛逼大了 我操一亩产多少产多少 又是他妈演演地产大米 又是他妈的这又是那了 你他妈产了多的吗 你还去进口他妈的好几十亿 好几十一年几亿吨几亿吨两时的买啊 那他妈猪肉 你他妈的牛逼和自给自足的他妈 还从美国他妈的始终都在进猪 进他妈多少啊 是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他不要听他一句话 也不要看他的新闻上说几句话 就刚才咱们看的那个东西 我给大家展示就什么意思 你不要相信他的任何东西 连标点符号都不要相信 只要相信日期就行啊 是吧 只有日期是中的 是真的 也包括新闻联播也是 我千万不要看 看了以后他妈当傻子 大逼时 新闻联播里边除了日期是真的 是任何人都假的 我跟你说 包括那些 这个新闻联播的节目主持人说的 他妈媚良心的话 做着媚良心的事 我跟你说 做了一些底下一些龌龊的事 是他妈那个大鸡院 男的他妈的是 当鸭子女的当鸡的那种那种样子 新闻的就是中央电视台大裤衩子 为什么叫大裤衩子 他妈就是脱裤子的地方 为什么就是见的那个东西 就是有意义有意义的 所以说大家要注意 就说什么的 包括这个粮食药品 备好 还有一个是什么的 刚才我所忘了就是说什么的 就是说 还有一个是包括这个咱们现前 就是说你不要说什么微信支付 他妈支付保支付 万一没电怎么办 什么也付不了 所以说什么咱们的现金必须从银行 里一点一点的全部都取出来 你不要现在不好像不让你取那么多了 一点一点的像移工移山似的 一点点都弄出来 千万不要在银行存着 一旦在银行存着没电 你说怎么办 对吧 有付不了款 是吧 还有一个是什么的 包括咱们的煤气 做住高楼的这些煤气大碗 干嘛没有气的怎么办 那得吃饭呢 所以说备用一个小的瓦斯炉 包括这个叫叫电子叫瓦斯吧 就是那个瓦斯那瓶瓶装的瓦斯 或者说你提前有煤气罐的买一罐 搁家里备着 对吧 就是说备好了 就是以防万一 你别说你趴一下四五天 是吧 什么情况了 没饭吃的 我操 你们有个东西有东西能做饭吃 对不对 那么你烧脾柴 我操 家里边的木头他妈的也没多少 他是不是 你烧的一定是乌烟瘴气的 别再种了煤气 他妈就是到时候他妈能烧酷茶吧 烧他妈背心 他能烧熟了也行啊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他妈的 得提前做好准备 还有这个太阳能充电装备 还有咱们的就是包括咱们分发的 就是咱们这个国内骨干分发的 这个美国专用的这个咱们的爆化系统 就是说随时准备好 咱们开始开始咱们的频道 或者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咱们都想到了 包括咱们的武器分发 包括咱们的通讯系统 武器系统 包括咱们就是经过四年的努力 咱们攒下来这么多这个团建基金 该买的给大家全部都买了 配备的各方面都配备了 所以说分发完毕 咱们就是买的这些材料 各方面已经很多钱了 是不是 就是包括咱们大家都在群里面公开 所以说大家心有数 所以说就是咱们钱 每分钱花在哪个位置上 包括现在咱们预存钱 投资包括GTV也好 包括GET也好 和各方面好 为大家创造源源不断的财富 包括咱们的喜支付 还有喜币 都有大家的份 这个东西咱大家有目共睹 这东西咱不能说是 我一个人独吞了 对吧 咱不能做那个事 就是说每一笔账单 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所有的人监督 每笔钱用在哪个方式 方式上 这些钱的都是大家通过辛辛苦苦 通过努力 通过智慧 通过有可能生命的 是通过对 这个危险在危险的前线 在中共 我说在中共啊 不是打仗去啊 在中共的危险的前线下 利用智慧赚出的钱 这是大家心情的结果 这我们在截取的10% 就是做中咱们团结基金 咱们的这个钱 被发的 现在所有的这个服务器费用 包括这个咱们所用的这些东西 各方面都在有目共睹 包括咱们投资哪个东西 大家啊 这些骨干 包括啊 咱们开会商讨 或者说利益和各方面 咱们都啊 通透一点 是吧 咱们都是以大家为主 好吧 这就是咱们才能够 咱们就是前期的啊 咱们得到的这个利益的成果 能够大家得到认可啊 能够大家对未来有期望啊 有啊 就是有憧憬 这才大家能够团结一起 凝成一股声 咱们才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团队啊 团队这个精神 灭供的这种精神 好吧 这个我就说到这里啊 大家做好准备啊 就是把这个 药品啊 这个什么瓦斯炉吃饭的啊 包括家庭吃饭的 包括药品 这是很重要的这些东西 这要弄好吗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看这个啊 这是他妈疫情啊 我就看着这些东西啊 他妈越看越可气啊 就包括现在的这个 你看看啊 就这个 这个是应该是司机师傅吧 好这个封条 封条撕毁后下车吃饭啊 我操他妈下车吃饭 他妈饿得要命 吃饭他妈也被拘留 我操真他妈行 真他妈扯淡 我操真没法呢 包括人的权利 他妈吃饭的权利 拉屎的权利 还有前一段时间 我记得他妈发马桶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前面一个学校里边 还有什么的就是 拉屎撒尿 要他妈提前报告 我操 这你妈比什么玩意儿 我操 这他妈必须跟他反 我操 这他妈扯淡的 这他妈真他妈成了动物 连动物都不如了 他妈猫狗他妈的 还知道随便拉拉拉拔屎的 人他妈幼儿园 学校里面怎么提前拉屎尿尿 他妈扯淡 这他妈人家下车吃饭 你给人家 给人家他妈的拘留 擦处饭 什么基本玩意儿 对不对 这东西这真是老百姓 这真是没火头 必须有一个反抗精神 人不能太过于那什么的 太柔弱了 有些事情我跟你说 等有些包括咱们这些 一些负能量的东西 包括微信上有一些叫什么 就是说容忍 有他妈容忍 必须他妈的必须要忍 有些是什么度量大了 什么度量大了 他妈的就是什么智慧就大了 包容就大了 放他妈的屁 就这种情况能他妈容忍吗 这他妈是完全是给共产党他妈上路 他妈的在他妈的 那个这种思维统治下 给他妈的洗脑 驱他妈的逼他 必须玩狠的 就这种情况下 团结起来 好吧 这东西是一个人不行 两个人 但是必须有人站出来 没有人站出来 永远是他妈的跪下的 他妈什么会成的贵族 是跪下的贵 所以说必须的 这些百姓们必须有觉醒的理念 这些渔民我看看 好今天就到这里 然后今天给大家就是 那么多废话 就是主要是给大家就是说一些建议 包括咱们第三梯队的家庭是很困难 但是一定要以 家庭为主 就是不要就是年轻还没入入社会 管理以后给自己带来很大的这些灾难 这是我的一些建议 包括这个各地骨盖 就是能扶持的扶持一下 能帮助一下 帮助一下 具体什么情况呢 特别严重的话 能帮你帮一帮 好吧 今天就这里 好再见 有什么事 然后直接在群里边 包括在群里边 或者说留言也行 包括在telling ground也行 好今天就这里 好再见